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很想沒有存在,我們先看那個東西跟影像的處理有關係的 這個是雲端的,也就是你只要上網就可以用 那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所謂的去佔的效果 因為我們上次有用過這個Protoshop做栽取有沒有,物件解取 那麼你事實上呢,在Protoshop Cs5的時候有一個新的功能 你看,1,然後把它塗起來,然後卡就不見了 所以這裡有個網址,再一口來看一下,在這裡有沒有,web.input.com 好,web.input.com,當然你可以連過來,你把它連過來才會長得像這樣 那很簡單,只要1,2,3就沒有了 簡單嗎?所以待會我們也可以找找你的照片,好不好 來,我們再看一下網址在哪裡 web.input.com,來 網頁的,再上來一點,在這裡 這樣有看待了齁 可以了? 好,那麼就給各位同學你先進來一下 現在呢,三個而已,所以你從這邊把你的照片先把它抓進來齁,你可以自己找 好,那你去哪裏面呢,你的照片你要用哪一個 那麼,我這邊的話,我用這邊,有去掉齁 好,選這一張可以吧,來 好,選這一張可以吧,來 他一下就去哪了,那這個你就會發現,這張圖太大 好,我們稍微剛剛說小一點 好,選到 那,你可不可以把阿伯請到旁邊呢? 可以吧齁,所以我們來試試看看 第一個你去哪裏,你去哪裏,你去哪裏 第二個呢,你的比賽在這裡 就是這裡 最大大50有沒有 最小的好像大1還是5 那,你可以呢,拿到適當的比賽大小 把你不要的地方,給他塗一塗 蛤?你拍照的時候,你可能不用清場吧 尤其是那個齁,這個是那個新色花紅 不是不是不是 好,你就把你不要的地方,把它塗一塗 好,當然你畫錯了,你可以把它重新弄掉 好的,要怎樣?按Play 他就算給你看 有,他要開始計算齁 好,阿伯,拜拜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齁 所以你下次如果拍照的時候,外面不小心 有不用入鏡,我們就把它請開 回來再請就好了 不然會被打,有沒有 好,不如看卡,你可以玩看看 那,這樣的東西呢,其實比較適合什麼 比較適合就是像 一般我們在天框阿 或者草地阿,樹林阿 這樣子就很適合 那如果你是,譬如說後面是線條的,還是是人的 譬如說你,你被一個人綁住了,你把那個人去掉 有沒有辦法呈現出你來 當然沒辦法他拿那麼厲害 對不對 對,他這種東西 在Portoshop裡面CS5的新功能 這個中文版,這個內容版機 也就是說他會根據周遭的這個環境 就是影像的環境 然後呢,他是把你去掉的那個影像把它補起來 好,把它補起來,所以既然滿好玩的 你可以參考看看 所以你伏銀牌的,最後要把它存下來 就是有個存檔有沒有 它就可以把你的照片吹完 你直接把它存下來 所以你原本如果是多大張 它存效就是那麼大張 比如說你是用四位相機的 對不對,那它存效就是四位相機的大小 這樣了解了 好,所以其實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再來進入到FIRG的部分